科梯生活科技教室 電動抑壓模組 來推升降機 好演示開始 這是我們的電動抑壓模組 我們用1比48 一個TD馬達的齒輪比 他速度過快扭力也不會太小 可以把我們的升降抑壓 把它開起來 好倒頂之後再把它降下來 那你會發現 因為他在往上推的時候 然後他有重量 所以他比較難推動 當他降下來的時候 他的重量是可以幫助他壓下來 所以往下的時候是比較 順利一點的 那這個部分我們要減少很多的這個升降機的摩擦力 他才能夠達到一個最佳的一個 控制的一個效果 那如果你想要再增加 他的一個扭力的話 那你可以再去選擇這個TD馬達 他的齒輪比比較大一點的 他就可以提供比較大的一個扭力 以上是科技為他介紹的電動 液壓模組來推動升降機 然後是誤特質的